终于吃到了兴兴念念的甘肃麻辣烫 味道不清楚 但是这个看上去确实超级有食欲 真的好多红油 但这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红油 来了吧 欢迎进入休息时间 前两天我还在说 我特别想吃那个甘肃麻辣烫 然后衣屋这边就开了 溜掰 感觉还挺便宜的 总共花了38.31 但是没点多少 就是一个套餐 加了点东西 马上就到 先不说正不正宗 我终于吃到了 闻的就香 太香了 这个是甘肃的手工粉 好像土豆粉 停下 带个围兜兜 咚咚咚咚咚 这个是我公共做的糯米饭 别看这么多红油 一点都不辣 这么像是红油拌出来 能不好吃吗 我最爱的蟹排 也变得更好吃了 我最爱的蟹排 也变得更好吃了 它真的不辣 它真的不辣 这个粉我感觉 它就是那种很像土豆粉 妈妈 你看看这个红油 吃了下面感觉甚至有点咸 配的米饭吧 很香 屏幕前有没有小伙伴去了甘肃专门去吃麻辣汤 我看视频我感觉全国各地都要吃了 放心点特辣 不配红油的话 不配米饭的话 一定会有点咸 相信我 我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的 我都觉得有点咸 我总是那么那么精准的判断自己的饭量 有的时候吃不下我就会少点一点 干肃麻辣烫拌饭 哎呀 吃这个菜籽好厉害 那我想到了一位老朋友 螺蛳粉 这红牛 你们不要以为我去染头发了 这是我 这是我的那个假发 把我的黑头发给盖住了 OK哈 不计视频就到这了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点个收藏 赞忙在里要记得按时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宝贝们 我又回来了 刚刚我在寿司碗筷的时候 我想了一下 我既然都已经吃了 最起码得简单的做个总结吧 虽然说只能代表我个人的口味 但万一对哪个一屋的小伙伴有帮助呢 吃完我的感受就是它是好吃的 它的辣油是非常香的 然后也是很温和不辣的 但它没有那么那么那么好吃 不要抱特别特别高的那种期望 当然我说的仅限于在一屋开的这家 甘肃麻辣烫店 但是它肯定没有甘肃天水本地麻辣烫 好吃 不能说那么肯定 什么事都不能说的那么肯定 让我觉得它是肯定的 前面几口是非常香的 到后面会有一点咸 我感觉我总结了个计划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甘肃本地吃正宗的 知道吧 总结完毕